请教现场资深分析师曾幻文 客人好 明天午安 大家午安 客人怎么观察呢 美股这一波的拉回 竟然照应是川普自己又失言了 国际股市好不容易才走出了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压力当中 现在呢 川普对这个种族主义的一个冲突 他的处理不当 已经引发了整个白宫顾问团队的解散风暴了 所以呢 川普他上任以来 他一直都是非常积极的轻商 他找来很多商界的大咖 都加入他的顾问团队 就昨天呢 美股盘前呢 传出现任的川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柯恩 也要辞职 柯恩辞职好像就更严重了 他虽然把顾问团已经解散了 可是柯恩呢 因为市场点名 他可能会是联准会下一任的主席 如果他真的辞职的话 那接下来呢 对于不管是联准会的政策 还有接下来川普要推的税改 大家都觉得想必会困难重重 虽然白宫否认说柯恩没有要辞职 但是美股的卖押竟然因此涌现 也连带冲击到今天整体的亚洲股市 这真的有可能会成为美股反转的理由 成为新的黑天鹅吗 大家想想看 这个美股市呢 从川普上任之后 就选上去年11月8号选上总统之后呢 就不断的往上涨 大家对于川普的期待很大 那当初川普能够选上美国总统 但是跌破很多人的市场上的演进 这个最主要呢 是极右派的人非常支持他 就是你提到的 不管是白人至上 或说新纳粹分子 甚至3K党的部分 都是非常支持川普的 可是这一次呢 这个极右派呢 帮川普弄了一个非常大的窟窿 这个问题现在是有点大 就是说 现在川普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当初呢 成也极右派 现在败也可能是极右派的部分 第一个呢 这个川普的共和党的 这个党内的议员也说 这个呢 基本上呢 就算是美国的恐怖攻击事件 要以这样的一个程度来看 另外呢像这个3K党的前任的 这一个领袖也说 他说川普请你去照一下禁止 当初你能够选上总统呢 是我们极右派的人挺你 并不是极左派的人挺你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他现在变夹心饼干了 对 他变得像左右有点为难 那现在科技业 他现在如果也不再挺川普的话呢 你看科技业现在呢 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抵制 那包含了像是 推特呢就终止了 跟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所有相关的账号跟权限 脸书也移除 也禁止在脸书上 出现这种有仇恨言论的粉丝团 你看他不但是得罪了 默克药厂的CEO 他可能呢 也得罪了前高盛的CEO柯恩 现在又得罪这么多科技业大老板 美股的拉回会只是一天两天吗 川普能够上这个盛选 还有一个原因 大家觉得他是商人 他应该懂得这个商人到底在想什么 会比较轻商 但是呢 如果现在科技业开始不挺的话呢 我觉得川普一直讲的这个美国制造呢 可能开始会有一些疑虑 大家要持续观察后续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科技业如果不挺川普 他不把制造业拉回去美国的话呢 对于川普的政见来讲 就非常难实现 包括你刚刚提到 像衣改跟税改部分 基本上现在也是卡住的 所以呢对于美国股市的影响 第一个 美国股市昨天的现行 当然是真的有一点丑 尤其是在科技股的部分 但是呢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如果你只看指数的话 美国股市还是在相对的一个高档 但是如果你从结构性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个蛮大的问题 我们让大家看一张表 美国股市呢 有超过半数的个股啊 基本上呢 它已经跌破什么 已经跌破了200天的均线 200天均线呢 算是一个长期的均线 代表什么 指数不跌 但是呢 有一半的个股呢 已经跌破200均线 我们假设算半年线或年线也好 跌到这个样子呢 代表什么 现在的美国指数呢 只剩下少数的大型股 在称指数 那中小型股是跌翻天了 结构在这个地方 那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下 罗素2000 罗素2000都是小型股 它的指数呢 已经创下了 三个月来的一个新低 所以接下来就是担心说 如果美国股市的全值股 要开始做补跌的话呢 这会产生一个系统线风险 所以呢 台北股市的现行 虽然还没有被破坏 但是呢你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下 万一美国股市的全值股 开始拉回的话呢 有没有可能是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接下来的全股部分呢 我觉得还是以位阶比较 相对比较低的来讲 会比较安全 好 可是今天呢 有机党未接高的 却是强很强 很多人都讲过了 我也不再多做赘述 因为昨天我们的科技部长 陈良基说 好 815爆发了 全台大停电的风暴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我们的智慧电网 要如何来做改革 如何来做革新呢 有智慧电网题材的大同 刚刚是有买单点火 那陈良基甚至说了 我们可以跟美国的Tesla请义 因为Tesla在美国 做了超级电池厂 这个Kevin也在盘中 常常帮大家提醒 这个超级电池的一个商机 绝对不会只局限在美国而已 所以我们希望呢 可以复制Tesla现在 在澳洲 在加州的一个经验 可不可以把Tesla的一个 储物能设备 它的一个电网的一些 软体跟硬体 都复制到台湾来呢 Tesla其实最近呢 在澳洲有很多相关的 新的科技展示 Tesla呢 现在是在澳洲 有一个巡回展示 就是呢 这栋小小的房子 这个房子它的机能呢 是相当的齐全 你看哦 右下角这一张 它在房子里面呢 有卫浴设备 有厨房 有沙发 那它是木质打造的 看起来还蛮有质感的 重点是里面 所要用到的能源 全部都是太阳能 它在屋顶上呢 配备有四组的太阳能面板 还有一组PowerWord Tesla的家用电池 所以呢 我白天接收了 太阳能的电力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些能源 都储存在这个PowerWord当中 那等到晚上呢 我就还是有电可以用了 那说它这个是巡回展示的嘛 因为呢 它的屋底有四个轮子 可以用Tesla的Model X电动车 拖着它趴趴走 那Tesla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 希望它真的可以量产 它真的可以禁用在 大家的生活住家当中 让所有的家庭都可以使用到 能源存储系统 其实今天呢 大部分的市场资金 都是流向到电动车相关的 锂电池售汇股 可是呢 我们国内科技部希望 Tesla来帮我们打造的是 家用的或者是 企业用的 储能电池 储能电网的一个设备 像它这种PowerWord的 家用电池 它就可以用手机的应用程式 去操控 可以来掌控你家中 电器相关的一个开关 也可以知道你现在 储存的电量还剩下多少 你怎么观察相关的应用 Tesla真的有可能把这一些设备 带来台湾吗 这个锂电池的应用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 越来越大 包括这个 今天有新闻提到这个 Google Roll 这个电动机车的部分呢 它也现在跨入了法国 要做到共享电动机车 所以现在不管是汽车 机车呢 电动用到这个锂电池的 这一个比重是越来越高 那你刚刚特别提到 这一个在 Tesla在美国做的这个东西 基本上呢 大家如果去他的官网看一下 在家用的这个除能的部分 基本上呢 现在订购人真的是越来越多 当初他会发展这个家用 除能的这个设备 最主要是因为 你家里的屋里是太阳能 太阳能 因为太阳能发电之后 你当天没有用完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最好是有一个除电的设备 对 而且大家知道太阳能发电 基本上它不是随时可以发电 根据这个报告有统计 一天当中呢 大概只有3.5个小时的这个日照时间 才有办法让太阳能发电 而且是要接近中午的时候 那其他时间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发电的 所以呢 这个电量产生不容易 所以更要把这电能除下来 那不管你怎么看呢 你都觉得这整个锂电池的 受惠族群非常非常的多 那当然今天最强的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整个新人员汽车里面的锂电池呢 它有五大原料 第一个呢 是碳酸锂 第二个呢 是孤矿 孤矿呢 当然最近的代表股就是一直跟大家讲的 4721的美琪码 其实美琪码之前明日有问过 我记得在8月8号的时候 那第一次出现黑黑棒的时候 明日在问我说未来还有没有高点 我说这个产业趋势是对的话 我觉得算是这种趋势财的话呢 股价应该会继续创新高 好 那同步的部分呢 我们也讲过8358的金居 最近的股价呢 又开始这个蠢蠢欲动 那另外呢 稀土的话 今天很多人讲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 稀土就是6173的信仓店 那另外呢 硫酸涅部分呢 当然就4739的这个康普 康普今天股价呢 也在创波段新高 其实今天这几档股票呢 都呈现一个开低走高的情况 但是呢 还是要回到一个重点 现在你选股票呢 到底要选在高位阶还低位阶 我几档股票做例子 616的彩晶呢 昨天的量呢 创下今年第二大量 那股价是开高走低 所以呢 追高的部分就有风险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美琪马 或说这个康普 信仓店 或说金居来讲 短线上来讲 就涨得比较多 但是呢 整个离电市里面 不是只有这几档股票 我觉得有一档股票位阶 是比较低的是谁 之前跟大家提醒过 就是做电解液的 这个6509的这个聚合 讲到聚合的话呢 当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报价 这个电解液的上游呢 是碳酸二甲子 碳酸二甲子呢 最近在中国大陆 尤其在7月 最后一周的时候的时候呢 当周涨了15% 那7月的下旬 整个来看的话 是涨了22% 而且有很多的公司啊 包括胜利化工 跟海星 这个海科星源呢 现在对于 这个电解液上游的 碳酸二甲子报价 已经停止报价了 因为呢 这个价格涨太快 你现在报价 万一价格继续涨 我划不来 所以我就 风盘不报价 那讲到这个电解液 大家觉得 正极材料啊 你说这个美奇马跟康普都涨了 附近材料当然有中碳 那电解液有这么重要吗 我跟大家讲 电解液未来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运用 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这个过去大家在做 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的时候 你通常要充电 最快最快 你一个小时才充得完毕 那通常要充电的时候 你就要安排说 这个小时我要去哪里 做其他事情 要先安排 如果你忘记充电的话 你临时要用车 没有电很麻烦 所以美国的这个 普渡大学 他最近发表一个 非常厉害的电动车 他未来充电 怎么充电 他只要换电解液就好 就把原本 这个没有电的电解液 把它抽出来 再把新的电解液 再放进去 就跟加汽油一样 像加油一样的概念 所以时间很快 可能不用五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做完这件事情 而且他回收 回收出来的这个电解液 他可以再利用 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重新帮他充电 充完电之后 可以重新再使用 又可以再回收利用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环保 所以说电解液未来 有可能在整个电动车里面 会有一个非常杀手级的应用 当大家还在关注 这个正级材料 负级材料的时候 可能电解液会变成一个 新的黑马 可能从配角会变成主角 那中国大陆的这一个 之前跟大家报道过 有一家非常大的公司 石大盛华 石大盛华基本上 他最近一个半月的股价 大家看一下 飙了63% 因为他是中国大陆 唯一能够提供 五种电磁电解液溶剂的一个厂商 最近股价飙涨 那我刚说 这个聚合的股价 跟其他的电磁 电磁相关来讲的话 你说美奇马 康普 或说这个信仓电 全部都在高档 但是聚合的股价 却还在相对的低档 而且外资有没有 我们下面先放下外资的筹码 外资对这档股票 基本上在打底这段过程当中 基本上是每天呈现一个买超的情况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聚合的财报 之前跟大家讲的时候 第二季获利还没公布 现在第二季获利公布了 0.19元是创下了将近四季的一个新高 那中国大陆 他现在只要是前四大的电解液的厂商 都是属于他的客户 那他也属于中国大陆前三大的电解液的供应商 所以当这个新能源不断的运用 这个离电池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电解液这部分 真的有可能会变成配角 由配角变成主角 可能可以做一个留意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在整体的电动车电池的上下 通通都涨过一轮了 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 都动过了电解液未来的角色 有没有可能会更加的重要 提前帮大家来做追踪了 但是iPhone相关的一个概念 我们还是要来掌握一下 最新的消息 因为大家都在问 到底苹果的新品发表会是什么时候呢 是9月7号还是9月17号 最近一直有关于新iPhone的消息传来 那因为刚好这两天 林志颖大陆网友说 他是iPhone预测之神 我们认为的iPhone预测之神 可能是凯基头顾的郭明奇 但是很多的大陆网友认为 我要听林志颖说了才算数 那林志颖刚好这两天 他有出席活动 大家都在问他 你到底拿到iPhone8吗 你不是都可以领先拿到吗 他说没有啦 其实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在等消息 可是我确实有听说 iPhone8的Home键要取消 那关于新iPhone的消息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大陆传来的 因为零组件 现在都在大陆积极的拉货 那大陆看到 这个有最新的一个通讯讯息框 可能也是相关的上游领组件的员工传出来的 他说iPhone8有无线充电的功能 无线充电器里面有这个东西 就是无线充电机板 那这个无线充电机板 他还说成本很便宜 大概只要人民币3块多 换算下来这个无线充电机板 一块的成本价格是只要14块台币左右 那iPhone8还会卖的像大家所说的 3万5 3万8这么贵吗 当然还不知道 但是因为最近关于iPhone8的消息很多 华邦店在尖盘中也是大单不断 创下了13年来的一个波段新高 Kevin我们怎么做观察呢 新iPhone带来的新亮点 总是会为盘面上的个股注入 更多的一个资金动能 下一棒我们可以关注谁呢 从这个消息你可以明显发现 这个无线充电基本上是确定会 将来iPhone8一定会有的一个功能 那成本价格在只有14块钱 其实iPhone8的价格贵是贵在OLED 并不是贵在这个无线充电 因为很多手机就已经有 无线充电的功能 它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技术 只是OLED的这个良率比较低 所以成本比较高 那讲到手机部分 其实我今天关注一下新闻 今天有两个蛮大的手机的新闻 第一个是Nokia Nokia手机它推出新的高阶款 那它的这个号称就是怎么做 它一个手机里面 它可以前后的镜头 我们看照片很清楚 前后的镜头 基本上它都可以 同时做拍照或录影的方式 这个算是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用的一个功能 但是你可以发觉 它在怎么 现在的手机再怎么样 讲说它有多炫 基本上都跟镜头离不开关系 都是镜头有多好 另外像华硕的这个lanfone 找这个孔流来做代言 那它强调是AR的这个功能 那AR一样这个扩真实境 也是跟手机的镜头有相关 那像i8的部分 这个库克是讲说 AR的功能应该会在里面 所以也是跟镜头有关 所以给你发觉 现在手机充其量怎么做呢 它就只能把镜头做得越来越好而已 这是手机的部分 那另外呢 你讲到最近汽车的部分 汽车现在最新最炫的安全功能 就是这种360度的环绕的镜头 AR就是360度环绕镜头 可以让你在停车 或说倒车的时候 会看到所有的角度 不会有死角 所以这也是镜头 所以你发觉 不管是手机跟汽车 它们最新的功能 都跟镜头有关 而且今天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消息 跟大家报告一下 从9月1号开始 台湾所有的交流道 上下口都开始会装设摄影机 未来你只要从9月1号开始 这个交流道上或下的时候 你只要压到双白线的话 你就要被罚3000块钱 这也是跟镜头有关 所以最近的镜头股价 真的涨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3008大力光 股价还是在历史新高的一个附近 那另外呢 这个大陆的顺影光学 2382.hk 它的股价也是在历史新高 就连4915的自身股价 大家没有发现 前阵子也是创下的历史新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中国大陆手机的供应链里面 我们刚刚提到 跟镜头相关或镜头模组的 有镜头相关的是 大力光跟顺语光学 刚刚讲的创下历史新高 相机模组的部分呢 台湾的自身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欧飞光呢 002456 这家公司呢 它还原全息的话 股价也是创下了 准备挑战历史新高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有一家公司 我觉得大家既然没有发现 它也是做这个相机模组的 竟然是2301的光宝科 相机模组的营收呢 占光宝科的营收占比 大概是20%左右 不算低喔 20%的营收占比 来自于镜头模组 可是大家都在追逐 所有其他的光学镜头 光学模组的时候 竟然忘记光宝科 也有做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大陆手机的部分呢 它是有在做出货的 所以这家公司的股价 说真的 最近当然被外资调节的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把画面稍微缩小一点 其实它已经回忆到了 之前大概9月份 那个起涨区 所以安全性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是相对安全 那外资的调节 已经进入到一个尾程 因为前天已经开始 回复买超的情况 所以呢 现在我觉得 如果美国股市 有系统性风险 这个问号不能拿掉 情况之下 买位阶低的公司呢 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安全 好我们先请教 Kamen想要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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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